现在我们学习重点是如何使用这本喜乐的护照一对一材料 当你的小组成员学完了成为门徒栽培者小组课程之后 他们将被装备带领初心者或者新成员学习七个喜乐的护照一对一课程 和十一个成长的护照一对一课程 接下来我们先回顾一遍喜乐的护照的内容 请大家拿出成为门徒栽培者领袖指南翻到第58页 请打开成为门徒栽培者领袖指南的第58页 在本课的成为门徒栽培者领袖指南学习过程中 我将用一系列的图片来解释喜乐的护照的内容 所以大家再次加入了我的小组 示范你们该如何讲这一课 首先请拿出喜乐的护照门徒栽培者指南 打开简介部分 喜乐的护照门徒栽培者的简介部分在第13页 罗马数字13页 本书的简介部分解释了门徒栽培的圣经基础 以及如何使用本书 如果你对书中的材料有任何疑问 直接参阅简介即可 请大家继续往后翻到本书的第一页 在第一页你会觉得这张图表似曾相似 在成为门徒栽培者中也有这张图表 但阴影的方框中的材料是作者给出的说明 非阴影的方框中教你该说什么 无方框的材料则是你所带领的出信者的书上 和你自己的材料上都有的 第一页下面还有一些空白处 如果你有其他的例证想要在课堂上使用 而且是本书未曾谈到的 你可以按照自身的需求随时使用这些空白处 现在请翻到指南的第三页 在这页的底部写到 你必须相信和接受 这两个下滑线和成为门徒栽培者一样 你有这两处空白的答案 但是你带领的那位出信者或者新成员并不知道答案 因此你需要在课程学习中让他们填写这些空白 下面请翻到《喜乐的护召门徒栽培者指南》的第三十八页 我们每周都得要求出信者或者新成员读几篇小文章 每章差不多四至五页 章节的标记有 上帝的爱 学习行走 完美的榜样 敬虔的秘诀 得胜生活的原则 所以我们让他们读这些章节 划出重点 在你的下一学期学习中就可以进行讨论了 我们知道灵命成长的基本根基之一就是每日灵修 请翻到这本书的第七十八页 《喜乐的护召门徒栽培者指南》的第七十八页 现在我们从信徒们的灵修开始 我们要求他们每天早上要读一点灵修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将从灵修开始 他们需要阅读底部方框中的材料 在第七十八页 他们需要读读经心得和祷告 这些灵修就是为出信者预备的 例如灵修一 你如何确信自己是一名基督徒 并且拥有永生 灵修二 你的救恩是如何落实的呢 灵修三 圣经怎样教导 主能保受我们的救恩这方面的真理呢 灵修四 你是否察觉到 自从你把生命交托给主后 你行事为人的态度已经不再一样呢 灵修五 行善与灵命成长的过程有何关系 如果救恩是从上帝而来的礼物 那么我的责任是什么呢 灵修六 为什么要参加教会聚会 灵修七 圣经教导我们怎样管理时间呢 下周一你会看到第八十五页的灵修八 在底部有一些空白 出信者或者新成员回顾早上的灵修后 将填写这些空白 所以他们要看他们的灵修 读完之后写下他们的读经心得和祷告 至于下一周 现在请继续翻到第九十三页 喜乐的呼召门徒栽培者指南的第九十三页 你会注意到 在底部又增加了一个方框 写着我要 因此我们不仅要求他们写出读经心得和祷告 还要问他们如何应用读经心得 他们将如何在这周里应用他们的属灵的启示 下面请翻到第101页 在这页底部 你看不到任何方框 到时候你就需要让他们使用凌晨日志 现在请大家拿出凌晨日志 翻到你们的凌晨日志的第二十页 翻到第二十页 你会发现这些方框和刚刚的一样 出信者将在他们的凌晨日志中写下他们的读经心得 祷告和运用 在二十页底部 你会看到经文背诵 如果出信者请教你 他应该背诵哪些经文 你只需翻到你的凌晨日志的后面的封皮 上面有五十句经文 专门给出信者背诵 这些经文包括 基督里新造的人 试验和试探 基督里的忍耐 圣洁的行为 传福音 做门徒 我们还有笔记部分 在凌晨日志的第四十八页 笔记栏 是为了当这些出信者和新成员去参加教会聚会时 记下他们的属灵看见 你应该察觉到 喜乐的呼召门徒栽培者指南 这本书比提摩泰子南厚很多 因为我们为你们这些做门徒的栽培者 增加了特别的章节 也帮助你们的灵命同样得到成长 请大家翻到喜乐的呼召 《门徒栽培者指南》 第117页 其中有六章是特意为你们而写的 由20世纪及21世纪最优秀的门徒栽培者写的 其中一章由罗伯特·科曼所写 一章由罗伊·艾利姆斯所写 一章由比利·汉克斯所写 还有一章由Worry所写 他们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门徒栽培者 我们特别为大家增加了这些章节 这样每周在预备新兴徒的栽培时 也可以通过阅读书本后的这些文章 和门徒一起成长 这些文章的文章的文章